昨天我就在电话上在视频上跟邱腾华局长交谈过 我们双方面都达到了共识 是在原则上决定我们新加坡跟香港将建立设立旅游泡泡或者航空泡泡 原则其实相当简单 它的概念相当简单 第一就是双方面都认同到另一方面我们两方面都非常成功的把这个疫情控制了下来 所以我们的疫情率是非常的低 第二就是我们不需要去限制说只能商务的旅客才可以利用这个泡泡利用这个设施 或者说来到新加坡或到香港要14天的隔离 也不需要有非常约束性的这个旅程 这些都取消掉 第三就是取代这些措施的就是用主要还是用检测 我们两方面决定用旅游之前的检测 但是到达机场的时候双方面可以进行更多的检测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双方面的官员会积极地讨论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是虽然是花出的一小步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因为呢 新加坡香港都是航空枢鸟 区域甚至是国际的航空枢鸟 两个这样的航空枢鸟 成功地控制的疫情 在现在一起合作 建设这个航空泡泡 我觉得是有促进性的 希望也成为一个版本 让我们能够设立其他同样的航空泡泡 谢谢 谢谢 谢谢